写手动笔的根据 只有故事的根据 直到有一点大剑 小小都在破发 这方面是人为你 写手动笔的根据 这首歌跟以往的情节不太一样 因为它描写的并不是爱情 想给你写一首歌里面的个你 代表的是我们的听众歌迷朋友 那么今天可以说 这首歌曲也是 与您小鬼献给你们的歌 对 这首歌也是怎么说呢 我跟王林凯 时隔五年再次合作 也很开心 然后又能跟好朋友一块去 带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曲 一个好看的舞台 所以也希望大家 轻轻松松地听完这首好歌 我觉得这首歌的名字和节奏 都很直接简单 这样的表达方式 是我比较喜欢的 我当时听这个Demo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 好像做成合唱也可以 是的 因为当时这一听到这个Demo 我们俩就一起走进了小麻的房间 是 然后我们就商量说 合唱 合唱一个 想给你写一首歌 一个非常轻松的 非常甜的歌曲 也很开心 在这个舞台上面 能够看到不同风格歌曲吧 很轻快 朗朗上口 旋律呢有一定质感 同时又很洗脑 就是它会让人 记住他的同事儿 听得很轻松 又流行又好听 又流行又好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